多乐故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尚 最近,学校的才艺日到了。 老师把安排节目的事交给了甜甜。 悠悠,这次的节目,我打算排练舞台剧《白雪公主》。 哇,我可以加入吗? 当然可以,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件事。 太好了,谢谢你。 不客气,我们可是好朋友,今天放学定一下角色,明天就能开始排练了。 嘿嘿,好期待呀。 放学后,几个小朋友留在了教室里。 嗯,角色安排是这样的。 我演《白雪公主》、《宅宅》演《猎人》、《悠悠》演《王后》。 等一下,我是演那个坏皇后吗? 对呀。 可我不喜欢这个角色。 但是,没有其他女孩子的角色了呀。 不是还有《白雪公主》吗? 你当白雪公主,我不就要当坏皇后了吗? 那可不行。 凭什么我不能当公主? 因为,因为白雪公主有着乌木一般的头发。 悠悠你的头发是金色的,不适合。 行啦,你们俩别争了,明天老师要来帮我们排练,倒是让老师安排嘛。 好吧,那大家就先回去吧。 于是,几个小朋友便各自回家了。 悠悠回到家,就把书包扔一边,独自坐在沙发上生闷气。 悠悠回来啦,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妈妈听见客厅动静,从厨房里出来。 悠悠一脸郁闷地走到妈妈身边。 今天不开心。 这是怎么了? 谁惹我们小宝贝生气啦? 很快要到财艺日了。 甜甜打算排练舞台剧《白雪公主》,让我一起参加。 嗯?这不是很好吗? 一点也不好。 甜甜非要给我坏王后的角色,她自己演《白雪公主》。 幽幽和甜甜都想演公主? 当然啦,白雪公主又善良又美丽,谁不想当呢? 可是只有一个白雪公主,那怎么办呢? 我喜欢白雪公主,应该让甜甜去演坏王后。 悠悠,我们做事不能只考虑自己。 你说你喜欢白雪公主,那甜甜就该去演坏王后。 但是甜甜也喜欢白雪公主怎么办? 有时候我们要试试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样可以解决很多小纠纷。 妈妈说的对,我只想着自己,其实现在想想往后也不是那么糟糕,明天我就去告诉甜甜。 把事情想通了后,悠悠的心情豁然开朗,满足地坐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 然后,悠悠的心情豁然开朗,满足地坐在沙发上看起来,